嗨 大家好 我是比波拉 好事多了 又最饿 又健康好吃的食物 已经默默的成为我们每年的传统了 看过前面几支影片的人 应该有发现我的外观 身形 还有饮食方式 真的是每一年都有在改变 到去了巴厘岛十天的 健康养生瑜伽之旅 加上Lioclens最近有许多关于 健康饮食的影集 我今年的消费又再次的大翻盘 有很多前几集 我非常推荐的东西 现在已经被我列为不再来的项目 但是每一集开团的橄榄油 当然有帮大家准备 这个时间呢 就是现在中管最新鲜橄榄油的时候 他们家的初榨橄榄油真的很厉害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最饿 好吃的 好事多不买 好先就是 皇帝奇异国 已经不用讲了 真的每次去 只要看到我就会拿 那之前我会在好事多买白香果 可是我发现台湾的 平常白香果很好吃 所以我就会直接叫整香的 目前我在好事多唯一会买的水果 就是黄金奇异国 因为它是进口的好事多真的最便宜 这真的没有办法 这是我唯一会买的好事多零食了 真的太喜欢英美小豆腐了 好事多的版本 虽然是口味升级限量20% 这个限定版的黑巧克力口味 连在超市买都特别贵 有看到它用热爱小豆腐的人 一定要买 盯着吃也很好吃 那如果你怕自己吃太多的话呢 推荐用真空保鲜盒 我测试过用真空保鲜盒装起来 隔五天吃都是脆的 菜内窝只买了 芥兰芽跟薄薄甘蓝菜 十字花科的食物是抗癌 抗发炎的超级食物 大部分你想到的十字花科就是花椰菜跟高丽菜 高丽菜很容易吃腻 花椰菜则是 我真的很害怕食材所有菜丑 我发现 它的两个也是十字花科 而且很好吃 如果有在好市多看到 这个是一定可以拿的 其他菜都是可用可无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期待 但这两个 我觉得在好市多买很划算 再来这个是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然后我的朋友贾贾 我就填在手 胶囊型的浓缩咖啡 它就是一个胶囊 里面呢就是浓缩咖啡 无糖的 所以你直接把它倒进去冲水 看你要冷水热水 冰美食热美食 加牛奶都可以 方便便宜又好解决 我只会把它用在录影跟出国的时候 有些国家真的不是那么好买咖啡 所以我就会带它比较方便 老师说的果干区呢 被我找到了 成分很简单的果干 它后面成分呢 只有蓝莓 这条葵花籽油 看到它有蓝莓跟蜡月莓 我会选蓝莓的原因 是因为它就小小一颗 所以我可以把它放在车上 所以是想吃的时候就吃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加在我的优格里 这个吃起来真的蛮酸的 我感觉它添加的糖没有这么多 再来就也是超级食物起鸭子 因为我现在早上的养肠道理呢 都会加一匙的起鸭子 所以我其实吃蛮快的 真的很推荐大家早上的养肠道理呢 或是你突然嘴唇 想要自己在家泡个红茶 奶茶 可以加一勺起鸭子 它会让你有 有嚼东西的口感 有一点点像很迷你的粉圆 它也是好的油脂 而且它也促进消化 也是有膳食纤维 这次在巴厘岛看到很多国外的果西碗 都非常喜欢打水果冰沙加起鸭子 酪梨 夏天都是酪梨的季节了 只是酪梨真的很容易快 因为我是个超爱吃酪梨的人 如果你没有这么爱的话 不建议买好诗多 你通常吃两颗换四颗 就可以思考一下 这样子也有出现 这次一样有出现的茉莉 因为我发现茉莉的营养成分也非常高 好诗多的这个茉莉 真的是我目前看到 超级大颗 我就会自己再加做 蚵仔煎 蚵仔煎蛋 橄榄油 这个茉莉都超级好吃 我跟你说自己在家做的蚵仔煎 皮超脆 菜也可以加很多 是健康又疗愈的宵夜小吃 如果看过影片 你们可以去参考 这个成功率超级高 喜欢橄榄油的朋友 就用大蒜 加茉莉下去做油脂茉 旁边还可以沾面包吃 真的是跟高级餐厅的菜一样 很好吃 讲到面包 我这次也有买 五宝春的 核桃黑糖吐司 影片包的选择的话 我就会以 Bagel跟吐司为首选 看起来很好吃 但如果你怕吐司太多的话 我会切片 放在Starsha的正常性保鲜袋冷凍 要吃的时候呢 直接把整个保鲜袋放到白木达的微波烤箱里面 微波五到十秒 就会水水嫩嫩 很像汤种软吐司的口感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烤吐司的话 白木达的吐司烤箱烤出来就好 面包电线烤一样 真的很赞 还有 Bagel 去了加拿大发现Bagel 这么多吃饭 然后可以吃得这么健康 好适多的芝麻 这个Bagel 我也觉得很不错 因为芝麻一样也是好的油脂 那我们家呢 就一样也会分装冷凍 其实看来就可以加 酪梨 加蛋 加鲑鱼 加鲑鱼 加各种料 把它变成一个大汉堡 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也很不错的淀粉 就是马铃薯 它相对白米饭来说 营养床现在又快充足了一点 而且因为它 它家里一直都蛮消水肿的 很多时候 我们直接用它来取代白饭 所以有时候我们家的主食 就会是马铃薯 那我自己很爱 套装马铃薯 它的皮是白的 我不会削皮 直接把它洗干净 之后 脸皮一起吃 拿来炖肉 做罗宋 它都很好吃 这个马铃薯 如果你在其他的超市买 会贵很多 再好市多买 是我觉得最划算的 肉类 我买了 带皮土花猪 我们家其实是 非常爱吃控肉的人 外面的控肉 添加物太多 也太咸了 有了小米锅之后呢 我觉得小米锅滷肉的肉 都很好吃 但好市多的五花猪是厚的 所以它是很适合 骨烧滷肉的肉 它的肥瘦也刚刚好 非常喜欢从好市多买 那我也有从网路上学了好几种吧 滷肉炖的 完全不油腻的方法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留言跟我说我也可以分享出来 我们家乳肉真的是完全不油腻 给你们看 猪油 一冷下来就凝固了 但是橄榄油 还是清澈可以流动的 如果你吃太多动物油脂到身体里 它就是卡在你的胃里 血管里 直接黏住很可怕 第二个肉呢 就是松板猪 我刚刚已经在好市多跟Lucy分装 我看是长这样 松板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肉 也是配青椒、柴椒、糯米椒 炒的很好吃 但是因为在其他超市跟市场 要买松板猪比较贵一点点 好市多是很呆和 你就可以分好几次煮 这两个肉呢 是外面比较难找到的肉 我就会在好市多买鱼肉 我就会以市场最新鲜的为优先 然后还要小小插托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每次都觉得好市多的鸡肉 尤其是腌过的鸡胸肉 因为真的比较腫 所以我基本不会在好市多买 如果大家有研究或是发现好市多的时候 肉品比较好的话 欢迎跟我说咯 听东西的时候忘记讲到米汉堡了 我自己觉得米汉堡是 以冷冻的这种速成食物来说 相对有饱足感又健康 如果真的很赶时间 突然嘴馋突然忘记准备食物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家里有小朋友 上班很累回家 想吃点东西的话 这个米汉堡可以买 而且它很多超划算 以上就是这次的 最饿又好吃的食物清单 这些真的可以变出超级无敌多 厉害的料理 那我的IG也会分享许多好吃的料理食谱 或是动态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追到我的IG 我会多多分享这些精致的料理给大家 记得记得 厉害的意大利出炸橄榄油团 今年的橄榄油 非常多 这一次是2024最新鲜的油 其实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很多次 它就是在意大利的Pulia 这个小靴子 是地中还非常有名的橄榄油产地 那他们家农场的橄榄油品种 也是抗氧化多酚最高的品种之一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吃太多油会对身体不好 反而你有好的油脂进去 你的身体比较不会发炎 甚至你在洗碗盘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用橄榄油的料理清洗碗盘 特别的容易 那我们的往后质地橄榄油呢 都是产地直送的 特级出炸冷压橄榄油 所以它的时程呢 其实就是在每年的11到12月采收 一采收完马上装罐 就是你看到的这种铁罐 如果你买的橄榄油是玻璃罐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分装的 因为所有意大利橄榄油的工厂 出去的橄榄油 都会是这种铁罐装 后方它的采收日期 然后保存期限也写得非常清楚 甚至它是什么品种 然后什么的压榨方式 也都写得很仔细 我觉得好的油呢 你光用喝的 你就可以知道特别的舒服 然后带有一点刺刺辣辣的辛辣味 这就是特级出炸橄榄油的特殊口感 然后它会有一点啄啄的 会有一点 呃... 没有过滤过的一些小杂质 这就是真的好的油 如果你是很常在料理的人 我自己通常会是三个月用一瓶 那如果你有喝油的习惯 你可能是两个月一瓶 所以你可以抓一下量 因为我们是一年开一次团 也是因为感谢大家 每年支持我们超底气 可以跟超超争取收团 也是最好的优惠 有帮大家卡第一团 最好的价格 你已经是回购的劳赌者 记得一整年份一定要先卡位 不管是橄榄油 白醋跟红醋 还有紫醋 都一定要记得戴 双11的时候 我们会在卡第二波的单期 感觉到现在双11中间 还有半年的时间 记得记得 一定要趁这次补乱 我会把资讯都放在底下的描述欄 如果你没有许多好市多 好吃又最恶亲爱 欢迎跟我分享 大家掰掰 跟你们分享一下 2024开始 我不会在好市多买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牛排跟羊排 不是它不好 是它太好吃了 红肉对身体来说 本来就是比较多杂质跟负担 很容易让我发炎 这一年来慢慢的减少我的红肉社区 很有感觉到 好像比较不会被蚊子叮 身体也比较不会容易水肿 然后不舒服 或是体重降不下来 再来 少吃红肉 很省钱 因为你不管到哪里 牛肉羊肉这两个一定最贵 钱包比较快乐 身体也比较轻盈 当然我还是会吃这两个好吃的肉 我就会把它选择在最好吃的时候 例如说去日本一定会吃韩牛 去韩国吃韩牛 那平常呢 能少就少 第二个 不会再买任何的 冷冻蔬果加肉品海鲜 现在外送太发达了 我算是可以每天叫我吃外送 只是买当天的食材 因为我想要吃到最新鲜的 我就吃完不浪费 冷冻的蔬菜跟肉品 口感真的没那么好 而且冷冻退冰之后 很多蔬菜都没有味道 你也吃不到它的鲜甜 它可能也没有吃东西的快乐 我就干脆不买了 我们要就吃新鲜的 第三个 我不会再买有任何 腌制调味过的肉品 食物开始了健康之后 你的味蕾很敏锐 会发现只要有腌制过的肉 好像都没有那么新鲜 它用那些调味料去压过了 肉本身的味道 别人的调味又特别的咸 我现在已经很吃不惯 外面太多酱料的食物 宁愿买新鲜的肉排 回家自己调味 真的会比较好吃 而且完全可以吃到食材的原味 这三个是 我不会再买的地方 给你们参考啦